马云在2019年4月发布的一则关于99流世界的祝福消息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许多人都觉得马云是从老板的角度压榨别人 而不是从员工的利益出发 所以被网民们骂得狗血淋头 还得归功于马云的996 这会使马云颜面扫地 从此一蹶不振 马云不再是一个在人民心目中无所不能 知识渊博的创业者 他成了一名普通的商人 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我刚看到马云的噩耗 许多人对此并不怎么在意 因为他是中国马云的创始人 阿里巴巴的首富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无论公司怎么发展 他都不会倒下 马云曾三度被全国媒体提名并受到抨击 而这一次首富们注定要落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云三大家族中最大的三个人 当资本家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阿里巴巴在马云的领导下 发展壮大 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 马云一度超过李嘉诚 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马云也常常出席讲座和演讲 在长期的广告公式下 他树立了一种十分正面的企业家形象 尤其是在阿里巴巴淘宝上 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马云更是被网友们尊称为马老爹 深受广大网民的喜爱 马云是福布斯亿万富翁的常客 他常常在公众场合表演京剧 比如我对金钱不感兴趣 我为创建阿里巴巴而感到遗憾 就是因为马云这个字眼 网友们嘲笑他 说他现在只想着赚钱 2019年8月26日 他在讲话中表示 马云的热情是如此的高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 说一个年轻人就能改变996的工作机制 他是阿里巴巴的一名雇员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一周六天 找不到的话 加入阿里巴巴也没什么意思 马云很快就在这个被称为996的地方 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周工作6天 而我国的劳动法中 有996小时的工作时间 违背劳动法 利用雇员来谋取利益 这完全不符合企业家的作风 这是一种完全属于资本家的行为 中国精确地指出 996项目的工作系统是违法的 没有效率的 他当过公务员吗 马云过去跟我们一样 也是个普通人 但是当他取得了成就 他就会忘记别人的生活 马云也从一个备受尊重的公司资本家 转变为中国的资本家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对下 马云也曾找过马云人 也开始把他当成了资本家 以前对马云的称呼也不敢再提了 自此 马云与群众为敌 央视的一档节目也随之上演 马云也受到了邀请 事实上 马云当时正跟撒杯宁聊天 说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 马云的行为和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的事情都表明了他对钱的兴趣 就像阿里巴巴的蚂蚁公司一样 蚂蚁金融公司在2020年11月份 曾打算上市 但未能成功 阿里巴巴是一个网络公司 大多数人都把蚂蚁金服 看作是一种金融服务 而阿里巴巴则发布了一份 由蚂蚁金融发展服务公司组成的榜单 这笔投资在像2300亿这样的大工程中 其实是一项在英特网环境下的信用计划 这是一种金融贷款 也就是小贷公司需要用支付宝支付 华北河德公司的蚂蚁金服 是借助了网络上的海量数据 以及支付宝的大量用户 向消费者和小型公司提供财务服务 但是要通过消费来实现 这笔钱并不是他的 也不是阿里巴巴的任何一个公司 蚂蚁集团在银行借贷 他们通过银行的贷款来赚取顾客的利润 蚂蚁集团仅有小额按揭 你可以向银行借款并借助金融手段 仅31元3000亿元100多万元 再次存在着金融管理上的重大风险 但是蚂蚁金服集团依然不满足于银行贷款 因为能借到的资金依然很少 因此马云就相当于马云在上海金融峰会上说 他想要通过发展银行来获得所有的资金 如果不是银行贷款 那么497的银行会对宣言家造成很大的冲击 有一次他在会上说 我们没有金融系统 也没有一个好的制度 在他发表讲话之后 他的财务服务计划就戛然而止了 一种是银行贷款和金融服务业贷款 二者之间的差别 按揭 信用就是借款方 你要保证我能按时归还 举例来说 假如我要贷款 要有创造性 我要从银行里拿出500 000英镑 因此 我要为中国银行发展公司投资500万英镑 他们会为我提供贷款 如果时间到了 我无法支付 我会根据借款者的信誉来支付 接受我的商品作为抵押品 并取得信用 这是一项很好的信用 你不必申请抵押 由于你们同样有信用 比如 我借了三万册 这两本都是废纸 你被检查了一遍 我的声誉更好 我若有能力还 就借给你 我希望能及时偿还 我不需要任何的按揭 马云非常想成为金融服务业的一员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资金和发展空间 马云的资金规模可以再增加20亿元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 仅需一次融资 马云可以弥补这一差距 恒大的负债让许家损失了一块钱 今天马云的公司能赚到多少钱 我想许家印一定会嫉妒的 原因很复杂 一句话 就是银行自身的资产超过了20亿元 他们无法用20亿元来管理风险 而且一旦这份清单出错 金融行业就会迎来一场新的风暴 因此 政府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 挂在美国的公众面前 这也是阿门金融集团 未能成功上市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于是他们开始觉得 马云是个戴着面具的人 医生恐怕对金钱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果蚂蚁金服公开了 那么在我们的股票市场 每股就是68元 8元 香港交易所80元 美国股票的发行价将达到2300亿元 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股票 这就是Epo的想法 马云能赚钱吗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补充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触发超级赞 后续会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